宅一在家就来书醒吧 一个礼拜呢 现在也只能出门买一次菜 那既要吃的健康 所以每次买菜的量都非常大 整个也很多 今天呢正午烧一个 花菜 土豆 木耳 红椒 这个菜不光好看 而且颜色搭配起来 也是非常漂亮的 这两道菜呢 有菌菇类 也有豆制品 还有蔬菜 非常营养健康 用瓷剂的骨粉 然后变着花样的 做一点小点心给小孩吃 我来拍个照片发到我们邻居群里 每天都跟邻居呢在宣导吃素 一发就有一个邻居 给了一个赞 非常时期 物尽其用 菜梗用薄盐腌制一下 成了提升风味的关键 那个梗呢 我们就是把皮削掉了以后 就会稍微腌一下 所以这样子呢 一个青菜可以吃出三样美味的口味 老一点的意志呢 我会有的时候会腌一下 做那个炒一个菜 炒一个那个百叶啊 或者是切碎 把它切得碎一点 然后做出来就是吃口就不怎么老了 心口一意回归极简生活 来天来打卡 让更多的人喜欢来吃素 待新闻珍珍美之工 吴伟 江苏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